大家好 这是我预种出来的草莓苗 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草莓有一定的蔓 空间不够的话 它就会长在土里 这的果实会很脏 所以决定还是把它种在牛奶桶里挂起来 给它今后蔓的生长 制造一定的空间 这个草莓我已经数次育肿了 但是都没有成功 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发芽 买了数家公司的种子都是如此 花费了我不少时间 一个多月前在Donner Store我看到了这个 带盆和椰康还有草莓种子的套装 我买了一套回来又试 这次苗出来了但苗很细小 等了很久也没有明显长大 我是第一次种草莓 没有任何经验 我现在在准备吊绳 牛奶桶做这个很容易 切割和穿椰都很容易 容积也还抵得上一个花盆 这是里面的草莓苗很细小 摘种到里面了 不知道它们是否能存活 无论是什么结果 我都会告诉大家 哪位朋友有经验 请在下面留言指教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